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常的在里头走路 你看就急膝盖 哎 这个踏步就有点就有点就意思了 但走起来看看 不行了 又变成抬脚了 这好难练 这样吧 咱们那个 那个 我教你一个方法 你就是可以用来找感觉 那么咱们就是在腿上给你绑一个绳 让你尽量不用自己的力量 而借着外里来踢腿 你体会一下就在放松的时候 你的小腿 脚腕 放松状态下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感觉 这个绳子这个环一定要打在膝盖的上方 后面是在膝盖窝 前面就是在膝盖骨的上面一点 要尽可能把它打紧 然后现在你不要卖你的右腿了吗 右腿不要用力 完全是被我这个绳子的力量给带过来 好 放松 找着这感觉了吗 好 看我故意在这暂停了一下 你注意到没有 你看当你是膝盖引导的时候 这时候你的小腿怎么样 是 是 对对 你放松一下 你看我一推它能够自动的 这样的摆动 就是这种状态 是吧 然后这个时候 只要往下一落膝盖 一落大腿 自然是全站脏着地 就落在了膝盖下面的这个点上 然后咱们再试一下 你看 所以在这个时候 在心动的过程中 比如你已经抬起腿来了 这时候你重心 注意你看重心是在后腿 然后你本来想往这边迈 后来你发现方向偏了 你想调整方向非常简单 只要把膝盖一摆 然后往下一落 你看你身体是不是自动就被带过来了 是不是就这感觉 你自己再试试 嗯 这样 对 对 所以下一步呢 我们就可以再给你来一个神 你试一试就是 那个原地的两腿之间的这个交替 你什么时候你感觉就对了 就当你把膝盖抬到45度的时候 小腿一定是跟地面是垂直的 对小步 不用太大 就就原地来回交替 每次也不用抬太高 你就是找感觉 你自己使劲 就是你就是 但是你找找这个就是绳子在牵引的感觉 你的感觉就是这个绳圈 啊 好像在你膝盖的画了一条边界一样 嗯 你的你的力量 你的神经 对这个肌肉的指挥 这个信号 到此为止 你什么时候 你把膝盖的给了 你放浴